各位追新聞讀者,你們好 今個禮拜想和大家講一下地方債務這個問題 馬上所謂地方政府出現財政虧損 甚至破產這個問題 為什麼說這個問題呢? 因為最近英國的第二大城市 百明漢有赤字破產 即是在技術上叫破產 即時引起各方面的反應 有些反應挺有趣的 所以我就想講講這個話題 先講講百明漢的情況 百明漢就是英國第二大城市 大家都知道 人口都幾多的 都140萬人的 近年也成為香港人移民的一個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地 9月5日就宣佈說破產 其實的意思就是說公開聲稱 這個地方政府 即是Council出現了 8700萬英鎊的赤字 赤字的原因 他已經解釋了 我不重複了 8700萬赤字 當然不可以說少了 但是 這個數字 如果換算港元的話 大概是8億5千萬港元 或者等於接近8億人民幣 這樣 這個數字也是一個大的數字 不可以不理的 他宣佈也是因為他要處理的問題 其實公佈了之後 在英國這邊 大家的反應就很平靜的 但是我留意到 在國內 大陸 或者在香港 有些反應挺有趣 所以特地引起來說 其實一個政府 宣佈有赤字 或者說有債務還不到 其實是等於一個人 宣佈破產一樣的 意思就是說 我搞不定了 我還不到債了 所以我要用一些方法來處理 通常都是 宣佈了之後 個人當然是債務重組 可能有些債權人的 原本應該收回的 借款就變成一個壞帳 都有可能 但是個人總之要活下去 幾年之後 裡面有一條好漢 過了破產期 或者你處理債務 經債務重組 處理了的話 就沒事了 其實地方政府的破產 都是這麼常的意思 就是他可能有些事情要做 可能要減少某些服務 可能要加某些設定稅 這些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暫時未很清楚 但是 8700萬英鎊這個數字 不是很小 但是也不算特別大 其實你說 但是地方政府 需要宣佈破產 這個也不是第一次 幾個月前 英國來一個城市 也都是宣佈破產的 而事實上 在過去幾年 根據我看到的數字 過去五年 英國已經先後有七個這些所謂市 的政府宣佈破產 那七個是不是很多呢 大家可以自行評估 那如果你在美國的話 美國在過去六十年 總共有五百個 是一個大陸的政府 是破產的 那這個可以說明 地方政府破產 不是一件小有的事 而事實上 過去的經驗 也證明 地方政府宣佈破產 其實是一個負責任的行為 即是說他在 處理不到的問題 甚至說嚴重 就是牽連太多人之前 他就宣佈了 那就希望 政府去幫忙 也可能公佈會有一些 債務重整的方案 削減服務方案 加地方稅的方案 公開透明 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其實市政府 地方政府宣佈破產 都是一種負責任的行為 所以都是很常見的 而過去的經驗 宣佈破產的政府 絕大部分都是在 所以說絕無 很少說要地方整個政府 沒有經營下去的 基本上幾年之後 就會恢復正常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所以在英國這邊 反應都是很平靜的 大家固然有點疑慮 但是就 不是說很特別強力的反應 基本服務也沒有影響 但是為什麼這出來說呢 我看到在香港 在大陸 特別在大陸 反應真的很有趣 你在英國宣佈破產之後 那幾天 你看到在小紅書 在國內的一些言論平台 那些小粉紅 或者國內的民眾 奔走相告 而且很高興的 證明中國制度優越 中國一定贏到最後 抵英國的八權主義者死亡 這類的說話 我覺得幾 幾 幾 幾誇張的 幾無知的 事實上是 那 很多這些人 真是有時候 很難 很難理解 為什麼中國人 會對其他人 其他地方出現的一些問題呢 每一會都是這麼開心 這麼高興的 無論是911事件 日本福島 或電廠出事 總是會奔走相告 就是是不是人家有災難 你就會吃得飽些 或者睡得安樂些 那這種心態很扭曲的 那扭曲呢 自然是跟政府有關 不斷宣傳一些仇愛 這些言論 那你在香港呢 你見到了 在9月16日 剛剛早幾天 大公報呢 有版全版報道 就大肆抹黑 這個白明漢那個 就是破產的情況 他的說法呢 白明漢 政府宣佈破產之後呢 就市政工程要全面停工啊 垃圾 周街都是沒有人清理的 那接著就乘機 謝林立輝了 就說 生活在白明漢的香港人呢 那些移民 那些移民 剛才說了 白明漢是香港人移民 英國其中一個主要的目的地 生活在白明漢的那些港人呢 就感到絕望的 絕望的啊 好像生活在第三世界那樣 接著就引述一些 一些人的說法 啊 真是衣食住行 每樣都不如香港 真是好想快點回香港 接著趁機當然是 翻炒一些官方言論 阿BNO我自在掠你水 騙你這些香港人呢 你這些人移民過去 還算了 現在去到破產了 那即是說這些話 那我 我有些朋友都住在白明漢啊 我問一下他們 其實有什麼影響呢 一些影響都沒有 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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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公報的報紙 我叫做史亞人傳媒 即是說他 專門製造一些廢話 還有一些假話 可以全版去造謠的啊 這樣就沒事了啊 香港啊 即是 他們過往運用虛假文件 這些我也免得再提了 那 總之製造了這種方話 那這個呢 相當的好笑 也鼓勵了 國內那些無知的群眾 那些很愚昧 很無知 很幸災落後的行為 那這個 究竟是什麼居心呢 這個我相信大家自己 也都可以心裡有數啊 那其實我都說了 宣布破產呢 就不是一件 就是很嚴重的事 而且他已經說了 白明漢 是英國第二大城市 人口140萬 那如果你算回 他有8700萬英鎊的赤字的話 或者財債務的話 那你脫雲的話 其實 每一個白明漢生活的人 就是負債 62英鎊 62英鎊 等於大概600元港幣 也大概等於560元人民幣 那 你脫雲的話 其實問題 更加可以想像 8700萬英鎊的赤字 其實每個人平均的負債 每個人 在白明漢的人 都是 600元港幣 或者500多元人民幣 那是不是就死得呢 那但是為什麼 那些小粉紅 或者國內的民眾 這麼高興 這麼幸災落 或者大公報會說到 這麼大件事 第三世界 啊 水深火熱啊 這樣 那這些相當的扭曲 也相當不符事實 所以一定要第一 以正視清 或者我們可以把 債務問題來講解中國的情況 中國的債務問題是怎樣呢 那地方債問題呢 中國說了 差不多二十年了 但是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的 而且越來越嚴重 啊 但是呢 正如國內的小粉紅華民眾說 我們國內的地方政府 不會宣布破產的啊 證明我們體制優越 這樣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那這個很好笑的 不可以 沒有宣布破產 不代表它解決了問題 只不過中國問題是掩飾而已 過去二十年 中國的三國債 地方債的問題呢 其實越來越嚴重 這個是公開的事實來的啊 那 就算 這幾年 不斷地有消息 很多地方政府 連續四十個月出不了量 給它的僱員 或者不是全部公務員 有些地方政府 它是長期出不了給那些 教師 因為 地方的教育 這個地方是政府負責的 最好欺負的教師 不出錢給他們 那 或者說 一些政府 交了 中央政府交了給地方政府的責任 包括地方那些 社會救助那些 它給不到錢 那這些呢 就已經是 累累發生 久不久 就算國內那些 平台都有說的了 他們自己都知道的了 那你和 六十二英鎊的個人平均負債 哪個嚴重一些呢 去年 河南村鎮銀行 因為地方債務問題 搞到金融機構都受害 結果呢 它很多存戶拿不到錢 大家記得這件事 年多了已經 去年四月爆發的 那麼 到現在這個問題還沒解決 很多存了錢去河南村鎮銀行 和金融機構那些存戶 到現在都拿不回自己的錢 為什麼呢 因為 地方政府和地方金融機構 打籠通 作出很多很高貨品投資 一些不妥當的融資 結果搞到銀行都塌 但是它沒有倒閉 地方政府沒有宣佈赤字 沒有宣佈破產 問題就是民眾沒有糧出 沒有了救助的項目 或者說 直接存戶的血汗淺 血本無歸 哪個嚴重一些呢 中國政府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 但是呢 一直就 左袋 左袋蓋右袋 左蓋右蓋 希望 慢慢時間解決 但是問題不但沒有解決 越來越嚴重 中國政府解決問題的方法呢 就是2018年開始 不再對地方的隱性債務 作出評估 這個又好笑的 等於最近 為了 因為青年失業率太高了 所以就 8月份開始 不再公佈青年失業率的數字 那就是沒有統計數字 就問題沒有了 一樣道理 所以呢 2018年開始 中央政府已經沒有對這個 中國地方的隱性債務 進行評估 雖然沒有一個官方的統計 但是這個問題呢 世界各地的估計呢 都覺得這個問題是相當之嚴重的 好 比如舉個例子 在2022年 即是去年 國際福利基金會 曾經作出了一個評估 他說中國地方的隱性債務 或者全國整體性的隱性債務 是達到70.4萬億人民幣 70.4萬億人民幣 他還估計呢 到了2027年 即是幾年之後 四年之後 這個這樣的全國的總隱性債務呢 會去到140萬億 即是翻一倍 多一倍 140萬億啊 那你就算一下 每人欠多少錢咯 跟北明漢比 怎麼比較咯 是吧 其實 另一個投資銀行 高成 高成在早兩年 也都作出那個評估 他說中國的公共債務呢 包括全國的債務呢 他估計達到23萬億美元 那這個呢 大概等於167萬億人民幣 這個評估呢 比起世界 即是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估計呢 是吧 更嚴重一點的 更嚴重一點 更嚴重很多的 國際貨幣基金會 都是估計你 2027年 去到140萬億的嘛 但是 高成 已經估計 現在已經 是167萬億人民幣的 隱性債務了 那你就想想 我的問題有多嚴重 是吧 你有沒有很笑人 是吧 或者舉一個具體案例 這個是 今年 大概在6月份的時候 法國的世界報有一個報道 他說 中國的貴州省政府 今年4月 曾經向北京中央 提出 提出救助 提出求助 要求中央去解決的債務問題 當時的說法呢 就是 貴州省政府 現在是欠落了1580億歐羅 法國報紙的報道 它轉移了歐羅 他說 貴州省政府 總共是欠落了1580億歐羅的債務 是處理不到 要求北京幫忙 那1580億歐羅 什麼意思呢 就是12500億人民幣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 比起剛才我所說 就是 英國 八明漢市的 又是市 貴州省 貴州市 1580億人民幣 1580億歐羅 大概等於12500億人民幣 這個真是天文數字 12500億人民幣 而且呢 就約了等於 三千八百五十英鎊 那你一個貴州省 在今年四月向中央求助 而他的情況呢 是平均每個貴州的人民 三千幾百人民 每人是 要背起 平均三千八百 四十 三千八百五十 歐羅的債務 那這個呢 和百寧漢的 每人 六十二歐羅的赤字畫債務 呢 相距是 六十二倍 但是這些數字 也希望大家 我找出來 都是希望說不出一個問題 其實 你找到一個現象 無限引申 或者可以大公佈 這些史上傳媒 這樣大作文章 可以欺瞞到一些人 更大問題 就誤導了大量的國內民眾 而且這些民眾呢 是以一種很扭曲的心態 來看這些問題 而看不到自己的問題 究竟哪裏的問題嚴重一些呢 這種扭曲的心態 這種無知 這種官方煽動 或官方喉舌 官方史上傳媒 有份煽動 在小熊書裡 不斷傳播的扭曲觀念呢 其實對人民造成的毒害呢 比貴州省 每人的3,850人民幣 3,850英鎊的平均債務呢 其實更加嚴重 我覺得 我們要看清楚這些無聊 這些無知 也不可以讓這些無聊 這麼無知的說法 繼續誤導其他人 今天講到這裏 報道無罪 知情有價 請即訂閱追新聞